很多流離失所、貧窮的人、被社會歧視的人 更加應該是信仰上或者要幫我們的愛去關心他們 星期四、星期五已經心宵外子派了票 這條隊就是他拿了票來拿朋友 他們反應很快 很快就覺得你會做錯事 然後他就會問到你娘 我感覺到他那句話跟我們溝通開始 即是說社工你不需要走過來 他已經是有一個保護 我想這個關係 第一要保持良好也要信任我們 因為他太容易會面對社會的歧視 和看不起他們的眼光 反而我覺得我們以一個平貝的身份 也要去關心他的需要 聖經很早就回答我 其實耶穌教導我們 我們不只是照顧在羊圈裡 要安穩的教徒 而是可能還未回教會 他跌倒著迷失著的羊 即第一百隻羊 可能還在迷失著自己的人生方向 我們覺得其實他們才有需要 這個信仰是真的這樣提醒我們 很多流離失所 很多貧窮的人 很多被社會歧視的人 才真正有需要 我們更加應該是信仰上 或者要回我們的愛去關心他們 晚上睡覺之前 我想就是 究竟我做得夠不夠 即是可能有些人會太快 看到他的不好的地方 即是可能他說錯話 或者他情緒化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會用多一些耐性 看看他為何會發展到現在這樣 我會覺得神神一提醒 我要聽他的困難 當然這個不是一定 他所有的需要都一定能幫到 但起碼我會因此更加容易 進入去愛他多些